奔跑吧第六季正在热播当中 而昆灵也加入其中 在节目中设计大玩抢被子游戏桥段时 昆灵突然脱口而出 这个我最会啦 意外将自己的床室曝光 他笑说自己常和老公抢被子 而且每次都赢 常常一觉醒来才发现老公都没盖被子 跟大家玩了几次游戏后 昆灵也与大家也变得更熟啦 在去另一个目的地的途中 陈赫对昆灵说 等拍完节目让杰伦带你玩两天啊 然后昆灵说 他也在这边拍东西呢 贝比听到两人的对话 忍不住对昆灵告状说 陈赫老是自称自己像周杰伦啊 昆灵就很认真地看了陈赫一眼 默默说了句 还真不像 哈哈这下陈赫尴尬了吧 周董和昆灵结婚三年 予有一男一女 杰伦向来被网友封为宠击达人 不仅时常带昆灵到外旅游 还活跃于社交网互动 昆灵产后火速恢复身材并付出 让粉丝全都佩服不已 这次的女嘉宾 微跑男增添了很多靓丽的风景 男嘉宾们也难掩兴奋的表情 纷纷抢夺自己心仪的妹子 女嘉宾有昆灵 SH一成员Selina 邓超的汉语翻译 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